上场的这位 大家都很熟悉 刚刚也出来频频地跟我们互动 感觉那个直播的DNA 已经刻在了骨子里 我们呢 咱们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员 这个 就是没拿过这个冠军 好像都很难出来 对不对 福渊爱的我们都非常的喜欢 这次远程视频讲脱口秀 待会儿直播的时候呢 家人们认真看 多多支持我们岗铁 掌声有请福渊爱 哈喽 中国的老天们 你们好 我是福渊爱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每次我开播了 喜欢的双击点个关注哦 今天跟大家聊聊乒乓球 你们可能觉得奇怪 中国乒乓球那么厉害 怎么找我来讲这个脱口秀 那是因为中国乒乓球有多厉害 没人比我更清楚 你们最熟悉的那些大魔王 王楠姐 一年姐 还有刘师傅人 叮叮叮等等 我跟他们都交过手 怎么说呢 他们确实很厉害 而我很励志 我每年都会来中国训练 我的教练袁袁姐 是个东北人 我的普通话 就是他教的 但是我一开口 大家就笑 我还纳闷 这干啥呢 没办法 东北话 太洗脑了 每次希望你要回国 我每次都得好好捋一捋 我的日文 来中国这么多年 中文班没报到 差点报了 日文班 我发现用中文来 训练乒乓球特别合适 比如说拉球 日语只有拉这个字 但中文能分得非常细 拉球有勾 有撇 有钓 各种不同的技术 还有搓球 削球等等 非常难 有时候练得不好 袁姐生气 还要说我呢 信不信我削你啊 我说 袁姐 你先别削 你先拉我一把 中国平台有句话 流水的大魔王 铁打的非爱 这体现了 大家对我的喜爱 非常谢谢 但大家可能理解 不了我的心酸 四代大魔王 艾哥出现 武凤贤姐 横跨了我整个运动生涯 不是我狂啊 但我真的很想跟他们说 你们能不能一起来啊 这么多大魔王 我最怕的是 男姐 有段时间 我比赛 抽签总抽到 男姐 我跟她说 男姐 我怎么才能 不抽到你啊 她给我了一个 幸运钥匙链 然后我就真的 没有抽到 男姐了 开始抽到张一宁 宁姐了 这什么幸运钥匙链啊 男姐是给完我一个 反手给了宁姐十个吗 北京奥运 我对着宁姐 被一路吊打 打到0比9的时候 我心态都快崩溃了 然后宁姐不小心 应该不是不小心 就是故意地把那个球 打到那个桌子底下去了 我才终于拿了一分 怎么说呢 宁姐是用了十分的工运 给了我一分收获 我来中国修炼这些年 交了很多好朋友 我非常感恩这段经历 中国平方球很开放 很包容 大家都没有把我当外人 把我当朋友 当情人 限制把我当成国家队的编外人员 总之没有把我当对手 在我人生中 最低估的时候 也是中国朋友们 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我一直都觉得 中国就是我第二个故乡 有你们的支持 我一定会开开心心的 做下去的 咱们东北人 就是这么乐观 最后我想说 作为运动员 我从来都没有送谢过 那个季军 我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才拿到的 乒乓球运动 让我收获了真挚的友谊 收获了运动的快乐 收获了球迷的支持 也锻炼出了豁达的心态 可以说除了冠军 我什么都得到了 如果你说 哪个冠军跟我换这些 我会说 我不换 你直接给我吧 好了 感谢家人们 今天对我的支持 现在我要送出 我的直播间福利了 一副 由我天明的 那个乒乓球拍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哪边的朋友 更热情 好 那就 从前往后 书我看一下 第五排 第二座的 朋友 就是你了 好 鼓励送完了 透口序也讲完了 老铁名 我下播了 谢谢大家 我是福燕爱 大家好 我是速度滑冰游团团高天宇 确实挺普通的 也就是在普普通通的奥运会上 以普普通通的成绩 打破了奥运记录 获得了普普通通的奥运冠军 这谁做不到呢 我当时的成绩确实普通 34秒32嘛 第二名和我只差0.07秒 怎么说呢 可以说一不小心 他可能就第一了 还好 对手也是专业运动员 十分小心 有点狂哈 其实我赛前也没这么狂 不是对自己实力没有信心 而是当时我还担任 开幕式的棋手 坊间一直有个棋手魔咒 说担任过 开幕式棋手的运动员 在当年奥运会上 很难拿到奖牌 我教练值得了就安慰我 说没事 这都迷信 我说 我说那拐领去吧 然后我教练说 别别 万一真的呢 开玩笑啊 其实一开始就定了我 而且你看 这魔咒不也让我打破了吗 由这活我都接了 很多人知道我不是通过我的成绩 而是我塞后的发布会上说了一句 隔路 然后把翻译整蒙了 后来有点建议我 面对公众要说标准普通话 所以我今天就用普通话和大家 普及一下 隔路的真正的含义 意思就是 我这个人比较嘎咕 嘎咕是吃个鹿 在此也和翻译老师道个歉 以后的发布会上 再也不稀里骂哈了 保证说话大家都能听真俩呢 绝不做屠鲁法杖的事 大家能听懂吗 服务爱都能听懂 你有啥听不懂呢 塞后有媒体采访我 我说自己失眠 一天只睡八九个小时 大家都说我凡尔赛 唉 理解不了 其实我们这项运动 平时训练对体能消耗很大 得睡十多个小时才能恢复 可以说练得好不好 看你睡得多不多 很多刚说的小动员 就跟教练抱怨说 教练哪 我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睡不动了 你要划两圈吧 不过大家也别以为 我这个奥运冠军是睡出来的 我们训练真挺刻苦 我刚进国家队的时候 身边谁都比我划得快 我就得加倍地努力 由于训练太累 轻而把自己练吐了 然后教练又是拿垃圾桶 又派后背 小高 这就吐了 这给你划到位了 你划不了别划了 我一听 哎呀 你这跟谁俩呢 我还能划 再给我整两圈 让我透一透 训练了几年之后 我在平昌动物会上拿到了铜牌 很多人说我实现了中国男子速华奖牌零的突破 但我心里不满足 我给自己定了目标 在北京动物会上 一定要把奖牌换个三 我拼命地想拿金牌 不仅是因为运动员不服输的天性 更重要的是 在我们老家 脖子上不带点筋子不得劲 现在目标实现了 很多朋友问我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我打算在下一届冬奥会之前 先把身体养好 有句话说嘛 冰雪项目的尽头是骨壳 这话一点不讲 我夺冠的前一天腿还受伤了 走路都不太方便 可以说我夺冠的路啊 那可真是 两步一个脚印 很幸运能在今年冬奥受到大家的关注 不过作为运动员 相比着一时的光芒 我更希望大家能长久地支持我们这项运动 哪怕是在夏天 大家也能看看冬奥会的回放吗 不消暑我两碗的 没了 谢谢大家 相声让我对我先给大家推荐 三楼 和大家推荐 反正 你呗 我说我 这留意的 掌声再次献给你们推荐 上台之前还紧张 说咋让我压酒的 就咋让我压酒 确实很不错 对不对 很嘎咕 非常嘎咕 而且越听这个素华的词 越跟我喝完啤酒 下口梯的素华 接近 那我们也到最后了 请今天全场嘉宾一起上台 走一个 走一个 感谢黄建祥老师 感谢我们的小北豆豆 也特别感谢 没有来到现场的 马居服务员爱 感谢所有的运动员 和体育工作者们 共同完成了 本场体育专场 海天好友 好鲜好美味 我们下期专场再相会 谢谢 谢谢 别忘了 微信搜一搜 效果来现场 看更多脱口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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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